然后咱们给上面淋点汤汁 有网友留言想看扣肉 希望我不要辜负它在屏幕前的等候 OK 给你安排 就买了这五花肉 咱们开始弄 这五花还是挺瘦的 让咱们给它切上一小块 OK 咱们把锅烧热以后 把猪皮给它蹭一下 给蹭完以后 整个锅都润了 猪毛蹭的差不多 咱们拿小刀给它刮洗一下 然后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水 把猪肉给它放到锅中 然后来块生姜 然后咱们稍微来点料酒 咱们小火先给它煮上15分钟 告诉大家一个好秀 猪肉身上发现了鱼青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懂的朋友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首先给大家声明一下 我完全没有打它哦 它自己变出很多鱼青了 然后咱们把这个 猪肉给它捞出亮亮 这是我专业买的这种扎孔利器 如果没有这个 可以找一些这种牙签什么的 周某某要有了它 简直如虎天意 可以变得非常残暴 连我一个变态都觉得变态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好像又买到这个老母猪肉了 然后趁热 咱们给猪皮上 抹上一点点生抽 因为老抽容易变黑啊 所以我选择了抹生抽 这个油是昨天炸五花剩下的 咱们也不能浪费啊 今天继续炸五花 油温微微热 咱们把这个五花给它放到锅中 然后盖上锅盖 防止这个油溅到咱们的帅点上 反而导致这个毁容 里边就跟放泡一样 太刺激了 这会儿消停点的啊 应该炸的差不多 再给它炸个两三分钟 OK 此时的状态 炸的差不多 咱们把五花捞出 这表皮啊 已经初步气泡了 接下来给它浸泡点凉水 经过十几分钟的浸泡 咱们这虎皮啊 出现的很一般 但是来不及解释了 咱们给它切成小片 咱们把五花再放到盆中 这肉切的薄一点 好入味厚一点 是比较过瘾 然后给里边稍微来点盐 大料粉 然后花椒粉 姜粉 生抽 老抽 蚝油 一捏捏香醋 再来点这个猪猴酱 再来上一点点辣椒面 然后拿自己勤劳的双手啊 把它抓拌均匀 这小味上来了啊 你看看 真的还蛮香的啊 葱里的切成小段 然后把腌好的五花 均匀的放到小碗中 然后把切好的姜片 葱段 然后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水 把咱们的五花 放到锅中 盖盖上菜 咱们把它蒸上一个半小时 锅里边稍微来点 底油 热锅凉油啊 然后咱们把这个 切好的五花肉丝 给它下到锅中 把五花炒至微微焦黄以后啊 咱们把提前准备好的料汁 给它下到锅中 给它烹饪喷出香味 切好的西红柿丁 给它下里边 继续给它扒了炒香 香菇给它搞里头 咱给里边稍微来点水 把豆腐啊 给它下到锅中 水开后啊 咱们给里边来点这个粉条 带来点小油菜 出锅的时候啊 稍微来点鸡精鸡鸡胃 这肉真的OK 啊哦 轻贴手 好咱们把这个 里边的汤啊 放开以后啊 咱们给里边来点这个水淀粉 给它挂一下芡 然后把这个汤汁啊 然后咱们给上边淋点汤汁 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不容易啊 终于搞定了啊 先来一块子 来上一小块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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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哈 这个味道歪歪第二次 咱们来上一片尝尝这个 嗯 口感肥儿不腻啊 味道加强四溢 嗯 再来一块儿瘦一点吧 咱们重点再来一块儿 咱们重点再来一块儿 哲哲哲哲哲 undertaken はい 不如咱们直接盖饭吧 小五花 直接盖到饭上 盘里边还剩三片 这个留给我媳妇 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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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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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饭必须盖食可爱 接下来把咱把粉汤 盖到里面一些 稍微来这个小粉条 最后 来点这个汤汁 然后来点扣肉的汤汁 就像在里面一样 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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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酷 很酷 很酷 超酷 好酷 它是否很油 它是很酷的 它是否很酷 它是很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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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太酷了 它很酷 它很酷 很酷 我吃了一碟 很酷 好 还上点这个粉汤啊 咱们给它解决掉 在我们这儿 粉汤各有是配油饼 鲜香酸熟啊 我真太喜欢了 尤其中双醋啊 偶尔能吃到这种小五花肉丁 有种满满的焦香感 理由是咱们吃到